既然决定参加比赛 那就必须得是第一 这是李循的狂妄 也是李循的自信 有了李循的加入 朱韵自己也全力以赴 不怕赢不了方志进 但他们确实没有赢得了 因为方志进又走了歪路 他走后门直接卖了自己的参赛作品 这样就不需要和其他作品PK 还能抬高自己的作品身价 听到这个消息 一直憋着一口气的朱韵 直接喝到大醉 他天真的以为可以靠努力赢过方志进 可现实给他上了精彩的一课 教会他这个世上有无数通往胜利的道路 你堵了一条 人家还可以钻另一条 小人得志 你却拿小人没办法 不过拿方志进没办法的 不包括李循 看着喝醉的朱韵 确定朱韵想赢的想法后 使用了几天 李循就破解了方志进的参赛作品 并当着所有参赛者评委的面 公布展示了这个消息 算是狠狠地甩了方志进一巴掌 而正是这个举动 彻底得罪了方志进这个渣仔 并间接导致了李循后来的悲剧 先不说之后啊 但此时此刻李庄言的所作所为 真的是让朱韵心潮澎湃 悬涌的感情压都压不住 他穿上李循最喜欢的裙子 站在李循面前正正地告白 他说 李循选我吧 我绝不背叛你 这不是一句激动时说出的空话 朱韵做到了这辈子都没有背叛过李循 无论之后的李循经历过什么 处在什么情况 朱韵永远是他最坚实的靠背 正是在一起后 与之前相比 生活好像没有多少变化 两人还是配合默契的 接项目做项目 但又好像有了一些变化 这个时期的他们更加的默契 他们没有浪费一分一秒 他们始终看着同一个方向 尽情地往那个方向奔跑 他们跑得很快 快到还没毕业 就做好了开公司的准备 甚至给未来的公司取好了名字 吉利 满是少年人对未来的无限期待 但事事无常 一切都改变在那个冬天 那是一个难得一遇的寒冬 朱韵放寒假回家 李迅留在学校参加一个比赛 而李迅也在这个寒假 再次来到学校看李迅 他马上结婚了 想来告诉弟弟一声 而且弟弟和以前不一样了 没有像以前那样刺猬一样 弟弟甚至还对自己说 将来有了孩子送到城里读书 他的人生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切好像都在变好 但这个准新娘却死在了这个冬天 那一天本来就有一些生病的李迅 去找弟弟 却被方志静撞进了 带着报复的心力 方志静恐吓李迅 不允许他去场馆找人 把他驱赶到了场馆外的角落 本来就发烧了瘤烂 冻死在了那里 得知消息的李迅失去了理智 他冲回比赛现场 疯了一样的打向方志静 没有一点余地 方志静伤得很重 左眼球被摘出了 这件事闹得非常凶 方志静的父母都在机关政府工作 他们想尽一切办法 制造舆论压力 把李迅贬提成了一个 目无法记打压同学 霸解领导女儿的人 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 不知道是不是舆论的影响 李迅的判决很快下来 有期徒刑八年 李迅没有上诉 而朱运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已经是三天后了 而且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李迅 前妻的他被父母关在家里 后期是李迅拒绝探视 朱运生病了 病得越来越重 他睡不着觉 他皮肤开始起大片大片的疹子 吃什么药都不管用 他甚至得了肩膀重 所有的事情隔天就忘 医生诊断说他是抑郁症 又自杀的风险 母亲给他办了修学 触目不离地守着他 朱运觉得这次自己挺不下去了 还活不成了 最后却是一场梦拯救了他 梦里他站在铁栏外 远远地看见一个人 长了一头乱糟糟的金发 双手插刀站在操场中央 淡笑着一顿不动 需求后 天体间猛然刮起一阵狂风 足球场上的草 风模一样地摇摆 那个人还是一灯微灯 天色仿佛末日 而朱运就在那一刻醒来 从那开始他不再害怕 他听从父母的安排出国 在飞机冲上营销时 他脑子里只有李寻林别情的那句 我爱你 这句话是他未来几年的盔甲 而上部小说荒草原也在这里结束了 有兑总部的写真您和我